发年终奖前一天 老总找我谈话 说我薪水太高了 同事意见大 不利于团结 要给我一个人降薪 我的年终奖分给新来的关系户 我爽快的答应 直接开摆 第二天 甲方暂缓打款 全公司发不出一份年终奖 老总连夜求我帮忙回款 我直接回他 我一个人扛太多回款 不利于团结 还是分担给大家吧 小乔 这次降薪上面意思 你带个头 你们组你薪水最多 同事们意见都很大 不利于团结 明天就要发年终奖了 顶头上次老罗 却把我找去谈话 说要给我一个人降薪 我直接懵了 我是我们组组长 也是核心技术骨干 我是薪水最多的 不正常吗 公司什么时候公开待遇了 不是不量讨论薪水 其他同事怎么会清楚待遇差别呢 我回过神质问 这个吗 只是包不住火的 老罗眼神多闪 又补了一句 你的年终奖被领导平衡 分给了新来的小刘 年轻人更需要鼓励 才能尽快地成长 行啊 我没问题 我只思考了三秒 老罗倒是语色了 没想到我这么痛快 好 越来越有大局观了 我看好你 真是可笑 我辛苦干了一年 尤其项目赶攻期的时候 几乎007地抛在项目上 年底不但没有奖励 还要受到惩罚 回到工位 浏览居然坐在我位置上 电脑主机上插着我的资料硬盘 而我的其他东西不见踪影 乔姐 我体质偏寒 原来那个位置空调不足 我跟罗索申请了坐这里 你跟我换一下不介意吧 我东西呢 我平静地问道 哎呀乔姐 你会不会生气了吧 要是你生气的话 我换回来就算吗 你东西都在我那边呢 一样没少 看了眼周围的组员 平时一个个嘻嘻哈哈地 围在我周围的 现在都低头假装很忙 不用了 你爱做就做得够吧 组长也让你做好了 我甩下一句话 就做到了刘染以前的位置 乔姐你说真的 刘染却顺着我的话说道 刚才张总也跟我谈话 让我们年轻人要勇于承担 多帮你分担些 我还怕你不高兴呢 他话音刚落 张总过来当着全场宣布 今年开始我们组长实行文党制 小刘之前有两年海外留学经验 技术上肯定没问题 语言上也有优势 从今天起他就是新组长 LL那个案子项目负责人也转为他 乔洛 你也忙了一整年了 可以趁机歇一歇 众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谁都知道 刘染是张总的外甥女 海外花钱付了个文凭回来 连英语说着都烫嘴 更别说懂技术 现在连演都不演了 直接应付上位了 恭喜啊 刘组长今后带领我们再创辉煌 我带头鼓掌 随后周边掌声也陆续的响起 张总走后 我转身也走到楼梯间 拨通了甲方的电话 舅舅 给我们公司那笔款 先不要打了 老板说钱太多影响团结 舅舅被我的话逗笑了 反应过来之后又骂道 你被影公司欺负了 我早就叫你回来自家公司收服当甲方 你不听非要去以方干那苦逼技术 现在知道后悔了 赶紧回来帮着打理这一大摊子 后悔 但还不到走的时候 只降薪我一个 组长职位突然撤掉 眼中奖全给流染 统统的都只有一个真相 就是不花一分钱赔偿 比我自己辞职走人 近年来地产不景气 连带建筑行业也很惨 设计行业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这几年我在设计公司见得多了 无良领导的常用裁员方式 不直接N加1赔偿 而是用降薪甚至只发底薪 但工作量却暴增强制997的方式 比你不得不自行离开 公司还不需要赔上一分钱 毕竟是你自己扛不住要走的呀 我们公司用这种方式 逼走了很多骨干 之前我没被如此对待 或许是项目上还要用我 又或许只是还没轮到我 我们公司算是业内有名的建筑事务所 业务萎缩到 只有部分老项目后期服务 业务拓展不利时 公司把经营压力 垂直传导到生产人员身上 美其名约人人经营 当时我身为组长 也背负了几百万的合同压力 我妈见我到处奔波太累 直接让舅舅把家族产业 国际连锁五星级酒店LL的 新酒店设计案委托 给我们公司了 总设计费都有1000万 因此我所在公司目前最大的金主 居然是我家的家族企业 根据合同 今年是合作第一年 年底不需要回款那么多的比例 甚至以现在行业前规则 拖欠几年都很常见 但因为舅舅怕我年底拿不到 年终奖不高兴 特意交代财务 提前给我们公司 拨付一半设计费用 我平时很低调 只知道埋头设计和跑工地 他们并不了解 我和金主公司的关系 在确定明天甲方会打款之后 生怕身为项目负责人的 我分道大头奖金 火速地把我撤职 可惜了 这次他们想裁掉的 正好是公司的金主大动脉 就算要裁员 给我合法的赔偿 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现在用这样肮脏的手段 我一个工作八年的老人工 绝不可能接受 我决定原地开摆 顺便欣赏下他们 是怎么庆祝年终奖的 正好快到中午了 我先悠闲地去楼下商场吃个饭 回来在车里睡了个午觉 以前为了赶项目进度 中午我都是随便地 在食堂对付以后 再接着争分夺秒的干活 现在吗 反正也不是我的责任了 这没有甲方催着的 惬意日子过着 是不一样 下午两点整 我才点进入办公室 办公桌 还是刚才浏览 搬过来乱糟糟的样子 东西堆了满桌 电脑主机线都没接上 我看了一眼 拿了点纸巾就往厕所走 乔组 乔洛 酒店行正层的优化设计 图纸改好的发我 甲方项目经理在催 刘染看到我像是见到救星 踩着小高跟冲落过来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我先去趟厕所 我甩下这句话 直接去了洗手间 打开手机免打扰模式 先双排了一把 又追了一会儿去 腿有点妈了 我站起来打算再刷回短视频 突然听到刘染杀猪一样的声音 在门口喊 乔洛 你掉进坑里了 打了十几个电话也不接 甲方在催你 没听到啊 等他咆哮了一会儿 我才慢悠悠地走出来 哦 我手机不小心开了点打扰 今天有点拉肚子 以往他拖揽摸鱼的时候 就经常爱借口拉肚子 我这里都是跟他许的 刘染急疯了 顾不上生气 直接拉我到工位上 别啰嗦了 赶紧画方案吧 不行啊 我这电脑都没联好呢 怎么画呀 你去我电脑上画 小丁你帮他电脑连好 不行啊 别人的电脑我用不惯 刘染无语 发现我就是故意的 直接火了 不想画就别画了 小丁你把这个图又画了 我还不信 这个公司没有他就转不动了 小丁置之无语 说自己之前画的方案 被毙了几次了 刘染又问了周围一圈 大家都表示 这个项目经理专业出身 挑剔又不好糊弄 除了我没人能让他满意 刘染刚来我们部门没多久 还不太了解情况 不就是个方案硬化吗 跟我当初申请国外作品集 比起来简单多了 我自己来 刘染推开小丁 自己做到了电脑前 是啊 就刘组长这种海归人才亲自出马 那肯定得惊艳甲方 我边说边拿出手机 打开了消消乐 刘染鼻孔哼了一声 打开了开了软件 五分钟后 他问了小丁一句 复制图形点哪干扭 我刚喝了口茶 差点喷出来 他清了下嗓子不自然道 我们在国外都是用苹果系统 这种老土的系统用不惯 行 你开心就好 最好让甲方也跟你换一样的电脑系统 刘染折腾了半天 似乎怎么都不得劲 拉着小丁坐到一旁 他口头指挥 小丁操作修改 两人吭吃吭吃的 搞了一个下午都没改好 刘染已经娇滴滴的 给甲方那个项目经理 打好几个电话道歉 五点二十九分 我踩着点站在机前 时间一到 三十分马上刷脸 像是在办公室 没想到车子刚开出停车场 张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乔洛 别人都在忙着 改图你去哪了 甲方催了一下午 你聋了还是瞎了 马上回来加班 今晚十二点前 必须交图 张总在手机里咆哮 啊 甲方没找我呀 我不急不徐 再说刘组长亲自出马 甲方还不是轻松的被拿捏 我就不添乱先下班了 他刚上任 没你熟悉甲方的喜好 你赶紧回来 这是死命令 年终奖还想不想要了 年终奖 我的不是都分给刘染了吗 正好让他帮我把班也加了 行 我看你是一分钱别想要了 刘总恨恨的挂断电话 我随手将手机开成勿扰 和闺蜜美美的约饭去了 不用加班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 为了工作 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和朋友好好的聚聚了 这一年来 几乎每天都九十点才下班 通宵更是经常发声 公司高层觉得我们之所以业绩不好 是因为工作量不饱和 可业务量急剧萎缩也不是员工的问题 经营部门不去拓展市场 反过来怪生产部门工作量不足 商业逻辑鬼才 第二天九点 我准时的上班 打卡打算先慢慢的吃个早餐外卖 坚决不占用非工作时间完成个人私事 走进办公室 同组同事居然全睡在工位上 一看见我 小屏像看到了就新班的冲了过来 乔姐 你可来了 昨晚怎么都联系不上你 我们都要改风了 甲方就是不通过 张总让我们集体加班 不准回家 我看着他们 想到无数日夜里 我们也曾并肩作战 攻克各个项目 但昨天我被撤职时 却没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句话 或者哪怕是安慰我一句 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难处 我理解 但不代表我心里不介意 刘组长可是高级海归人才 有他在 想必是妥妥的 我敷衍道 当然 我出马肯定十拿九稳 要不然 怎么我是组长 能力不足的 就只能打杂 刘染意气风发地走进来 一扫 昨天改方案的焦头烂额 看上去也不像通宵家伙般的样子 近看甚至眉目寒春 比平时气色还好 张总紧随其后进来 也是一脸得意 小瞧 我就说 还是年轻人能力强思路广 你以为没有你画图 甲方就过不了 没想到吧 小刘人家直接连夜搞定了甲方 我有点惊讶 昨晚项目经理陆总连夜问我 为什么我们公司突然换了项目负责人 我当时如实相告 对方说 如果影响项目 会追究我司法律责任 这个陆总一直很负责 不可能这么好说话 随便改变决定 没想到张总又接着吩咐 今天你们接着走 昨天小刘已经和甲方说好 图可以拖到今晚十二点再焦 乔洛 你电脑我已经找人装好了 这次你没借口不改图了吧 哦 原来所谓的搞定甲方 只是拖了一天焦图 好啊 上班时间我一定认真的改 我满口答应 嗯 这个工作态度就对了 只要甲方满意了 等下午回款到账 我还是让财务给你补个几百块年中奖 张总和浏览见我屈服 说笑着走了 临走浏览还对小丁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盯着点我 等他们离开 我随手打开了电脑 点开 开摆着 然后打开手机 一边追剧 一边吃牛肉粉 慢慢的缩完粉 才过了半小时 我去了眼旁边一脸变蜜式的小丁 乔洁 你吃的差不多了吗 甲方好像又在群里催了 能不能 我拿出手机给他看 没有啊 别担心 全体什么动静都没有 小丁脸仗得通红 乔洁 刘组长他新建了一个项目工作群 合着 这是把我踢出了项目组啊 那更好 我彻底的当做无视发生 我摊摊手表示 按照能住 我都不在群里 可能这个项目不需要我吧 我先去厕所了 我拎起吃完的外卖盒 就往洗手间走 先带新拉屎 然后又去找前台美女 跟她吃了半天娱乐圈的瓜 乔洛 甲方那催的火烧眉毛 你在干啥 还有多久能交图 流染盒在前台找到我 火急火燎的催道 张总紧跟起后 再度怒吼 乔洛我看你是要反了天了 这样的有点技术 就不可一世 工作都不做了 干不了干 干不了麻烦的给我收拾滚蛋 我没有犹豫 行啊 我固定期限合同二 赔偿今天到账 我马上打包走人 想得挺美 啊 公司没追究你不负责任 都已经够意思了 张总知道 乔洛 公司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 建筑圈这么小 你闹得这么僵 我看你是想以后都封杀了 老师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也气得浑身发冷 心寒到了谷底 没想到人可以这么无耻 这些年我兢兢业业 为公司拿下了多少个项目 创造了多少产值 就因为他的关系护腰上位 就这么把别人不当人 不好了 不好了 在张总愤怒眼神下 财务小声地说了句 甲方拒绝打款 说 说我们服务没让他们满意 张总文之色变 顾不上骂我 急吼吼地往办公室跑去 我听了财务的话 没忍住笑吹声 流染白了我一眼 打不打款都没你的份 不要心在路后的那么早 说实话 我之所以待在这里忍受这一切 也怪自己傻 刚毕业 就抱着对建筑设计的幻想和喜欢 来了这家知名社务所 以为可以在此成为 非生行业的设计师 一待就是八年 一开始公司也没有这么没人性 后来行业衰败 业绩下滑 又换了个合伙人 才越来越过分 领导层不安排经营人员 多出去拓展业务 反而让生产人员在公司无效加班 重复劳动 内部审核都要无故地改个几十次方案 甚至白天老板都不来公司 晚上十点 准时地拿着手机来办公室巡视 照片发到群 哪个部门灯没亮 哪些人还在加班 还点名批评那些空着的工位 谁要是通宵了 就会洗皮全私表扬一次 但第二天也只让调修半天 老板原话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吗 什么 家庭水管 没有公司养活 你哪有家 这么奇葩的环境 要不是为了这个所谓的 项目负责人的责任心 想把手头亲自设计的自家酒店完工 我也早就该走了 闺蜜昨天传授了我不少墨浴技巧 炒完价回到工位 我打开了她传我的味儿版小说品读起来 周围嘀嘀咕咕的传来一些讨论 年终奖到账后 打算去哪里搓一顿 云云 他们没听到刚刚财务的话 还不知道回款出了问题 没多久 张总办公室传来咆哮 发发发 拿什么发 现在账上连这个月工资都不够 声音太大 整个公共办公室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面上都浮上了焦虑 担心这个年终奖会不会有问题 两分钟后 张总把我和老罗 刘染都喊进了办公室 刚一进去 他就把杯子往桌上使劲的一哥 乔落 就是因为你不顾大局 现在贾方很不满 已经严重到影响了打款 你看看怎么办吧 耽误了发年终奖 你去跟全公司人解释 关我什么事 我既不是项目负责人 又不负责经营回款 我解释什么 最关键年终奖也没我一分钱 我怕啥 我往沙发上一坐 你一副烂泥服不上墙的姿态 看着他着急上火 好好好 老罗 你是他们领导 你说说项目为什么推进有问题 昨天不是说 甲方已经搞定了吗 张总 我也没办法呀 昨晚我和小刘培项目 副总好吃好喝 KTV调龙 好不容易把他哄开心了 把交图时间推迟了 谁知道 乔落他一直不肯改方案 人家上面还有别的领导 耽误进度 肯定没发火呀 老罗把责任都推给了我 丝毫不提现在这个项目 负责人流染的问题 流染点头补充道 对了 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乔落签的线 理应他负责回款 张总似乎才想起这茶 开了下脑袋 语气居然瞬间温和下来 小瞧啊 刚刚我火气太大了 也是被甲方催的 你别介意 这个LL项目 既然当初是你拉来的 那你去找找中间人说说 先把进度款付了吧 他苦口婆心 放心 回了款 你的那部分奖励公司 还是会考虑的 看着他那满脸褶子 我恶心透了 笑着回道 我一个人扛太多回款 不利于团结 还是分担给大家吧 张总和老罗脸色 彻底的黑成锅底 说完我就走了 不管里面怎么砸东西 骂人发疯 后面就见张总带着老罗 和几个进一步的领导 一起杀去了甲方 舅舅中午给我发信息邀功 说他们去拜访 都让他们没上那两楼 活生生的在大堂等了一个下午 最后连他的面都没见到 别说要钱了 我满意了 按时下班回家 以为都这样撕破脸了 他们不会再来找我 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人脸皮的厚度 晚上 张总居然领着流染 亲自上我家来找我了 为了安全 我没让他们进门 乔罗对不起 就当是张总求你了 你去帮着回归款吧 大过年的 或者你出面找找中间人说说 好歹让我们见见总裁 我当面去求他 张总舔着脸说完 又是一浏览给我道歉 对不起 乔姐 他不嫌不淡地说了句 不好意思啊张总 我只是个普通员工而已 真的扛不起那么大的责任 您另请高明吧 我说着就要关门 等你把这件事解决 我就恢复你的组长职位 哦还有 这个项目还是继续给你负责 张总拦着我 关门陪笑道 开出了自以为诱惑的条件 他真以为我那么在乎这颇职位 尚赶着要去负责这些破事 不必了 这个福气还是留给你外甥女吧 等过这个坎儿 我怕又把我吓了 上上下下的也麻烦 我说完直接关上了门 不出所料 门外又传来骂街声 乔洛 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瞧瞧 高高在上久了的人 根本演不了一会儿 这次我要是被他说动去回了款 钱到账之后 马上又会被信不杀驴 第二天我依旧才便上班 没想到怎么也打不进 乔洛 你被裁了 这是通知书和你的东西 带上他滚 再出现在这个办公室 就是为盗窃商业机密 刘然指着门口的一个箱子道 不过 你跪下来求我 或许我可以考虑帮你求求情留下来 我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 好 你再说一遍 我凭什么再说一遍 想去仲裁 就去仲裁的够啊 我看你半点背景没有 怎么赢得了公司 我把这段也录下来了 不是很懂 他这种不懂法的离职自信 是从哪里来的 乔洛 你还是好好的签了协议吧 眼下一分钱没回到 公司也不可能有钱赔你 赖着不走也影响你过年 再说好聚好散以后 在圈子里也好混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人事大姐拉着我劝 希望我签了自愿离职协议 现在这个环境 外面工作多难找 我看你是不知道 要是被调时 公司再随便说几句 我看你就喝一辈子西北风去吧 刘然笑道 对你来说 倒确实是很难 我没跟他多废话 直接拒绝了签字 抱着我的箱子出门 就去了仲裁 由于我提供的证据充分 仲裁委很快地受理了我的案件 只是仲裁期很漫长 期间经历的种种 让我对公司的恶心 又刷新了认知 好在两个月下来 公司最终还是输了 依照判决 要按照二人寄议我赔偿 本来他们拒绝赔偿 打算赖账 我又立即跟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才要报了钱 据说由于回款困难 这笔赔偿金 还是支取了一部分员工 代发工资垫付的 由于年中奖迟迟的不发 员工都已经怨声载道 现在再加上工资迟发 和007的加班新规 整个公司力气都很重 分分钟就要爆发激烈矛盾的节奏 到了这种地步 我已经彻底地和员公司结下了仇 甚至听说张总真的利用建筑圈人脉 到处散布我的坏话 说我偷奸耍滑 背信弃义 几乎到了无恶不做的地步 名声严重受损 估计他以为这样 我至少在本地设计圈 再也找到工作了 没想到我拿到劳动合同解除书那天 就入职了自家企业 并且主动地申请 负责这个新酒店项目 善任当天 我就吩咐项目经理 把项目组成员 全部都叫来项目办开会 为了方便管理 项目办设在工地旁的临时板房里 流染不顾工地的沙石泥地 踩着细高跟 穿着性感的紧身裙就来了 依旧跟着亲自为他 到场护驾的张总 我今天直接从家里开车过来 比其他同事都来得早 他俩估计也没想到 会在板房外遇到戴着安全帽的我 哟 乔大建筑师啊 建筑设计圈混不下去了 这是去了施工单位 当资料员还是来我们工地搬砖了 张总恨得我牙痒痒 皮笑肉不笑道 流染也笑得一脸得意 不过他厚厚的遮瑕 还是没遮不住黑眼圈的憔悴 想必这两个月 这草包没少熬夜 毕竟以他看建筑图纸都费尽的能力 要带这么大的国际项目团队 很是困难 从公司前台那听说 张总给他重金请了个外援团队 以私活的形式外包了图纸的设计修改 这种做法市场上也经常有 层层转包 但在我们项目合同里是明显的违规的 我得之后按兵不动 心里却有了计划 一边着手调查 一边陪他们先玩玩 好好地出口气 见我不回答 以为我羞愧了 浏览接他话道 好好地求求我们 我们还可以在甲方面前 替你们施工方美言几句 或者给你们漏点油水 无量设计单位 可以通过施工图纸的春秋画法 给施工单位偷工减料的空间 但我没想到 在甲方地盘上 他是真的一点不知道避讳 我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 许是被我的眼光刺伤了 他没好气到 闲杂人等赶紧离开吧 这里是甲方和设计方开会的地方 不是你们你腿子来的场合 拉低档次 我寻思我 只不过为了来工地方便 穿了运动装而已 他们凭什么镇定了 浩浩荡荡一群人 张总换上笑脸迎了上去 陆总 您辛苦了 这大冷天的 陆奇看了眼门口的我 还没开口 就听刘兰又冲我胸道 乔洛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眼力讲 离间甲方领导来了 还不赶紧让开 是啊 这施工单位的 也不赶紧来管管 你们员工在这吓添乱 张总冲施工方喊道 陆奇和他周围的同事 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不知道这两人哪个神经发错了 乔总 我们刚刚顺便去工地市查了一圈 发现了一些问题 等会儿会上讨论吧 陆奇没管他 静止走向我 我笑笑带头往会议室走去 直接坐在了会议桌C位 张总和刘兰两人 此刻已经呆若目击 站在门口嘴巴张德老大 完全无法相信眼前情形 陆奇皱眉 设计方不打算进来开会吗 怎么一直门外站着 别耽误时间了 乔总一会儿还有会 被点醒的张总和刘兰 赶紧走进来 找了角落的空位坐下 从两人像吃了屎一样的眼神 和苍白的脸色可以看出 他们是真的被吓到了 我甚至看到 张总偷偷地掐一把自己胳膊 疼得自压咧嘴 会议一开始 陆奇就正式地介绍了我一遍 说我是总部派来主管 本项目的集团副总 接后项目的一切重要事宜 包括进度款都要经过 我批示才可以 听见角落的稀奇声 我瞟了过去 张总脸色又苍白了几个度 额头也冒着汗 我没废话 上来就把项目的最近管理方案 甩了出来 这也是我这两个月维权期间 抽空梳理的 其中针对设计方的管理漏洞 我特别一条条的修订过 然后我又让陆奇介绍 刚才巡视工地出现的问题 除了部分是施工方的责任 还有不少是设计方的图纸 不完善造成的 本来一般假方项目管理人员 和设计方关系还可以的话 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其中也有不少灰色空间 陆奇虽然管理也严格 但毕竟不是画图出身 一毕业就干了设计管理 他对于技术细节的把控 还是有所局限 正好 我对原公司所有的设计图纸 可能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 东而清 我把设计方最新的图纸甩在桌上 冷冷的质问 设计方负责人 给我个解释 你们最近图纸的问题 我梳理了下大大小小 差不多上百个 都圈出来了 这 这 这 张总被点到名 汗水直流 不知该从何说起 让我们项目负责人刘公 跟你解释下吧 刘染被他推起来 要 必须要签名的这些设计师 总工 注册建筑师等 要签字负责 以前我就质疑过 他们胆子太大了 不懂也不看图 就敢乱签字 现在张总看着图纸上 审核的蓝签着自己的印章 想推掉责任都没法 想必他无比后悔 当初作弊考了个注册建筑师 却连基本的审图能力都没有 他本来就是 挤掉原来合伙人 那个真正有才华的建筑师才上的位 还经常碰人家太理想化 不知道变通 可是他自己 却连基本的设计法律法规都不懂 靠着偷奸耍华 搞关系上位 看够了笑话 我一锤定音 既然项目负责任都无法解释 那就认定是设计方的问题了 设计方承担主要责任 造成了反攻全部费用 从设计费里扣 做好记录 这一扣 估计没有几十万以下不来 张总啊那一声叫出来 我看过去 张总还有高见 没 没 没有 我对着全场敲打道 再做个位都请用点心啊 我们LL项目不养闲人 干得了干 干不了滚蛋 不知道张总和刘燃 有没有汗流加倍 反正我看他们 脸色都变得很精彩 接下来 我会让你们过得更精彩 自从知道我现在是LL集团副总后 他们好像就通过各种渠道 想邀请我吃饭 估计是想握手言和 可是我当过一次傻子了 不会再当第二次 没给过他们一点机会 因为我特意地盯着那些质量问题的整改 设计方最近都被陆琦 集中召集在工地现场驻扎办公 动态改图 尤其是这两个月的图纸 几乎是重新画了十几遍 我是最熟悉这个项目全盘 同时又是最清楚 设计方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的人 每次他们交上来图纸 自以为可以了 我却总能挑出问题来 再打回去改 并且每一次我都要 流染这个项目负责人 亲自来给我解释 流染每天被迫住在工地的宿舍 出路也没有了以前的精致 熬夜过多 让他浑浑噩噩 肉眼可见的心里焦脆 估计他都后悔死了 早知道还不如就在公司 当一个花瓶关系虎 非要逞强当什么技术负责人 吃这份普通人吃的苦 不懂技术可以做管理吗 可以 但是做技术管理 不懂技术就好笑 看着他每天唯唯诺诺 又不敢当着我的面 甩脸色和抱怨 我心里就爽 小刘啊 你这方案怎么回事 第二十版了 你就这水平 不是说海龟吗 你们团队要是再改不出 满意的方案 我就换人了 现在外面找工作多难啊 我DN4对着他的图纸挑剔 本来很多设计方案 主观性就很强 要是诚心的想挑 可以挑一辈子 更何况他本就不懂太深的技术 随便问问就漏气 下面人又越发不满 糊弄糊弄他 随便改改用交上来也很正常 图纸问题多得数不胜数 他敢怒不敢言 咬着牙道 乔总 我们再去改 一定改到你满意 那我们的回款可以考虑下吗 回款 耽误的工期我都还没跟你们算账 等你们把方案改过了再说吧 第二天他终于没来报道 听说请了长病假 暂时把这个项目 甩给了其他同事代理负责 顺便还去总部把我告了 说我因为私人矛盾 故意挑刺 接到舅舅报信的电话 我都笑了 趁着集团分公司十年庆 我让人给作为合作伙伴的设计方 也发了几份邀请函 庆典那天 果然张总和刘冉又一起来了 刘组长这病是好了 好了就赶紧回来项目呀 我穿着礼服 举着红酒杯走过去 他像是听了鬼故事一样 当场脸就白了几度 张总见到我也有点慌 脸上笑着 眼神却躲闪 估计在猜测 到底对我的投诉有没有用 主持人隆重地介绍 集团总裁骆总登场 也就是我舅舅 全场都注视着他 并鼓掌致意 舅舅代表总部致辞后 请来宾自便 随后他拨开人群 特意地走到了我面前 邀请我跳第一支舞 张总他们 眼神一直就没离开过我舅舅 可看到他邀请我跳舞的时候 他们眼神都变了 以为猜到了 我年纪轻轻尚未的真相 不过我懒得再演戏 直接喊了句舅舅 舅舅也答应得很大声 笑着拉我去舞池 我回过头对张总和刘冉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LL集团姓洛 对了 我叫什么来着 下次投诉我钱 麻烦打听项文字怎么来的好吗 看到他们见了鬼一样眼神 我觉得这场游戏也差不多该结束 再和这种奇葩纠缠 就不礼貌了 三天后 张总公司接到了我们集团 发掘的律师函 上面清楚地罗列了 从刘冉接手这个项目以来 造成了所有图纸错漏问题 以及因此给项目带来的 巨大反攻费用清单 并附上了张总给我方项目副总行贿 换取中间好处 导致新建楼产生严重安全隐患的证据 鉴于他们已经严重地违反了 当初假以双方签订的合同 层层外包并出现重大技术问题 无法再继续合作 由此给项目造成了较大的供期延误 甲方案合同约定索赔天价为约金 法院判决后 原公司最终因为天价赔偿原地倒闭 天天都堵满了要账的人 高管们都不敢出门 更别说找其他工作 张总作为法人坐了牢 刘冉也第一时间跑了 不过听说他再去任何设计公司找工作 人家都不要他了 知道他是个干倒亲戚大公司的牛人 我常想 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打工族 面对严重不公正待遇时该多绝望 但我想人都年轻过 单纯过 傻傻地付出过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早些醒悟了就好 亏别错的才能和对的人生相逢